牠的腳就像龍樹的須根一樣 牠的蜘蛛根 牠從上面長到下面來會把泥巴抓住 浪來才不會打 你手機要洗你喔 這麼多人手機在這裡弄 因為表面上面有鞏洞 有秧 所以呢 牠又叫做呼吸根 因為牠把防呼吸用的 武林椒呢 牠跟水鼻仔兩個是兄弟 因為牠們都開身的 那船頭右邊 那兩顆叫做水鼻仔 這水鼻仔整個樹高溜溜 底下比較胖 胖的地方叫板根 牠樹枝的末端 牠們都有一個一根垂下來 有沒有綠色的 四公路左右 我常常的 上面的園園的媽媽的胚胎 比較常常的 像獅子豆下芭蕉 像毛筆的 因為像毛筆 所以整個都叫水鼻仔 那個綠色的 牠將來會長30公分 然後牠才會掉下來 這就是果實 那是胎生苗 為什麼叫胎生 因為牠離開媽媽那個園園的地方 牠葉子打開之後 掉下來牠就活了 牠不要等待花樣 但是如果牠把葉子打不開 牠只是死開了 掉下來就死了 不要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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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像這個一根根垂下來 絕對不要碰牠 因為牠的肯定度很強 會掃落後面的眼睛 Please don't touch Don't touch 下面一個藍色布丁的塑膠布 它底下一個祝神堡遺跡 它叫這裡的物理堡 它上面有大砲跟岸邊會對視 共同手打大原告 所以正能夠不敢從這邊進入台灣 正能夠走的是路爾門 但我們右手邊 那個海保遺址那個牌子 底下圖上面會有洞 有洞的話應該會有小螃蟹 可是一樣說 還沒遭到他們 遭到他們 螃蟹才會出來 沒有一樣高螃蟹就不會出來的 我們走兩邊 你看到這個岸邊 那個一根一根短短的 他就叫呼吸根 他是誰的呼吸根 走兩邊這個